躺在日本的月十家搖旭燈 完定三月要回到台湾 冠軍一百度 向台南美食官 但受到以前的影響 退到十月再順利回到 借家的搖旭燈 竟是從200月做 送給美食官 副總統率先到 跟台南指定委呈 也夠重建進 關心醫生 等於躺在日本的月十家搖旭燈 原本計劃在今年三月 要來冠軍一百月做 向台南美食官 想不到時就以前的影響 一直到十月才有辦法回到台湾 其實跟搖旭燈也表示生意 這次就送了兩百度來博美食官 希望可以唱作品 方向家鄉 今天很感謝 台灣最美麗的美食館 台南美食館 收藏了我兩部作品 深深感到 榮幸 回想我21歲的時候 到東京 就在當時的國務大廠 就安排在東京美食館個展 到現在已經拿41年了 然後三月的會場我見到他 我就會講我是從台灣來的 當時三月的社長就寧願破例給搖旭燈個展 在台南美食館的國務大廠 副總統 今天的捐贈大概代表了幾項重大的意義 第一個即便在稱臨 十九歲就稱臨 在國務紀念館就展覽他的華作 旅日41年 是日本國畫的代表大師 教材大不代表大師 即便在稱臨 都信念台灣 那麼姚老師在藝術上的成就 應該有更多更多的台灣民眾 台南市民會留下深刻的印象 也跟姚老師表示 能夠在日本話談成為頂尖的佼佼者 這個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也非常非常讓應該讓更多的台南市民 讓台灣民眾了解 故事隨後搖旭燈 將這百度交給美食館來賣名 因為外部上面的空窗 色水豐富 所以大家為這百度賣名叫光彩淋浴 也透過這兩百度 為台南今天不會照文化氣質 記者認真意中多苦彩方報道